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名长着外国脸孔的男人 和一位名叫托尼的黑发外国人 约好在古蜜丁二丁目一番地的计程车后车艇见面 男人叼着烟站在距离约定地点不远处的巷子内 但眼看约好的时间一过 却仍不见黑发外国人的身影 显得有些着急的男人 洗掉了手中燃烧着的香烟 拿出手机看了看荧幕上显示的暗号图 内心充满疑惑地想着 是不是自己将暗号解读错了呢 此时身穿黑衣的福特加来到了男人身旁 他拿出印有托尼照片的FBI证件并告诉男人 不好意思啊 托尼已经来不了了 看着占有血迹的FBI识别证 男人下意识地转身逃跑 却突然被人踹了一脚 男人立刻跌坐到了地上 他捂着被踢得发疼的脸颊 想看清是谁攻击了自己 这才发现刚刚踢了自己的人正式组织的核心人物 秦九 秦九一边问着 愿不愿意把FBI在日本的根据地告诉我呢 一边将枪口塞进了男人的嘴里 惊吓过度的男人 还来不及开口便被秦九给杀害了 隔天 男人和托尼的尸体被警方给发现了 碍于FBI识别证等相关证明文件 早已被秦九他们拿走 新闻报道中只能将这两名外国脸孔的死者 标示为身份不明的遗体 放学后正准备到公园和阿丽博士见面的侦探团一行人 也在关注着这起命案 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得知 今天警方所发现的两具身份不明的遗体 亦不是个案 昨天也有两名有着外国脸孔 且身份不明的死者被人发现 柯南认为 凶手之所以将被害者们的身份证明文件取走 就是为了拖延警方办案的进度 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 往往会使得警方更难找到犯案的凶手 回员则对连续两天都是两名外国人遇害这点 感到有些疑惑 对此柯南推测 被害者们可能是在约好见面的地点 遭到了凶手的埋伏 正当众人讨论着案情时 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光燕用手指着旁边的巷子 并表示声音似乎是从对街传过来的 柯南立刻冲进巷内 随即就发现了一名外国脸孔的男子 倒卧在一间名为番石榴的咖啡店门口 男子头部着地 鲜血四箭 应该是坠楼身亡 由于柯南不想让不没他们 踏入民安现场 于是以肉身将众人阻挡在了巷内 吩咐会员立刻报警并叫救护车 接着柯南抬起了头 想看看楼顶上是否还有男子的同伴 但当他打开眼镜上的望远镜功能后 一如眼帘的竟然是组织成员福特家的身影 原来坠楼的男子 是因为亲眼看见FBI的同伴被请求射杀 不想和同伴落得相同的下场 才选择跳楼自杀 察觉这起命案有可能是组织所为后 柯南立刻转头吩咐会员马上将不没他们带离现场 同时也特别叮嘱会员绝对不要露脸 察觉话中含义的会员连忙答应柯南的要求 赶紧将不没等人带回原先的那条街上 随后柯南戴上连衣帽走向了坠楼的男子 而这一幕正巧被从远处拿着来服枪的香蹄给看到了 香蹄于是询问秦舅是否要杀了这个小鬼 秦舅回应道 嗯 要一起命中哦 这时在案发现场待命的饥饿却突然发生 以现场围观民众变多 且警方应该很快就会赶到为优 建议这次的行动先到此为止 赶紧撤退为好 虽然没能来得及取走坠楼男子身上的FBI识别证 但秦舅认为FBI调查组织的这件事 并没有得到日本官方的许可 再加上FBI应该也不愿意公开组织的存在引来社会恐慌 因此即使没有拿到坠楼男子身上的FBI识别证应该也无妨 于是便顺了基尔的建议要众人赶紧撤退 对基尔救了自己一命这件事毫不知情的柯南 正自顾自地翻找着坠楼男子的身份证件 江布梅等人带回原先的接到后 辉原透过少年侦探团徽章向柯南询问死者的身份 柯南拿着男子的FBI识别证向辉原表示 死者名叫吉姆梅森是FBI的调查员 辉原对此非常吃惊 接着柯南发现 吉姆的手机萤幕竟然一直开着 且画面上显示着一张似乎是特殊暗号的图片 看完暗号图后 柯南要求辉原先和光验他们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内躲一下 让阿丽博士开车来接他们 而自己必须要赶去一个地方就不跟他们会合了 说完柯南便拿着手机一边奔跑着一边疯狂拨打电话 但赤锦先生的手机一直处于盲线状态 他打到自家工程摘地的电话又一直无人接听 焦急的柯南一路狂奔到了家门口 推开大门后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却在书房门口听见很多陌生人说话的声音 柯南打开书房的门后发现 朱蒂与卡麦尔等众多的FBI调查员们 竟然都聚集在自己家里 川姆斯和朱蒂向柯南表示 三天前也就是9月30日那天 有一位名叫阿龙的调查员 在追踪一个组织成员时失联了 之后就在隔天发现了他的遗体 而且10月1日及2日 接连两天FBI的调查员们碰面的地方 都遭到了组织埋伏 由于调查员们都是用暗号联络碰面地点的 因此推测或许就是阿龙泄露了暗号解读的方法 担心组织成员会借此调查出 他们作为根据地的饭店在何处 所以只好暂时躲在工藤家商讨下一步的对策 了解FBI调查员们的处境后 柯南询问朱蒂 为何工藤夫妇不在家里 朱蒂则表示 由于他们暂时无法出门 也不太方便交这么多数量的外送餐点到工藤家 因此只好麻烦工藤夫妇出门帮忙购买食材 好让调查员们能够自行做料理来吃 这时柯南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爸妈不在家 所以当时他打手机回家才会无人接听 后来柯南又从赤井的口中得知 目前在FBI原先作为根据地的饭店周围 半径一公里内 都没有发现有被任何人监视的迹象 因此阿龙泄露暗号解读方法的可能性 已经变小了 换言之 组织为何会得知暗号解读的方法 仍旧是个谜团 接着詹姆斯突然向朱蒂问道 自愿去暗号上标示的地点 碰面的吉姆和齐安有消息吗 朱蒂表示还没有接到消息 柯南则一脸严肃地向众人说道 吉姆刚才从废弃大楼的楼顶坠楼身亡了 同时也将自己亲眼看见楼顶上 站着伏特加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詹姆斯非常惊讶 组织竟然能够事先埋伏在暗号上的地点 柯南却一副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暗号的邮件应该是被组织截霍后 直接破解了吧 毕竟暗号上就清楚迪卸这 见面的地点 日期与时间阿 柯南此话一出 令在场的FBI调查员们都感到很吃惊 显然他们完全没有料到FBI所使用的暗号会被组织破解 事实上暗号的解读方式是这样的 现在画面上的暗号就是柯南在吉姆手机上看到的 首先将每一行暗号从中间分割开来 上半部分我以蓝色表示 下半部分我以红色表示 接着将红色部分的暗号左右翻转 变成这样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解读了 以这组暗号为例 第一行可解读为 BEIKA.3-5 也就是米花丁三丁目五番地 接着第二行可解读为 CAFE9UAUA 也就是番石流咖啡 虽然这家咖啡厅早已停止营业 但柯南是本地人且咖啡店的招牌 当时就倒在死者吉姆身旁 因此他很快的就将暗号9UA理解为GUABA 并得知小写的U就是U 而大写的U则代表着V 最后第三行所显示的 10.03.16冒号00 就意味着见面的日期与时间 纵上所述 吉姆和齐安手上的这则暗号要传递的讯息 就是10月3日下午4点 在米花丁三丁目五番地的番石流咖啡店碰面 接着柯南又以同样的手法 将托尼和影片开头那名外国男人的暗号 解读给FBI调查员们看 最终得到10月2日晚上8点半 在古蜜丁二丁目一番地的地乘车后车亭碰面 并表示自己从这组暗号中取得了字母X的表示方法 然后将英文26个字母的所有对应暗号表示法写了出来 众人纷纷称赞柯南 连FBI调查员们都必须要利用专门工具翻译的暗号 柯南竟然直接用脑袋思考就可以破解 接着柯南又从詹姆斯的口中得知 创造出这组暗号的人 正是今天遭到组织杀害的吉姆和齐安 他们两人是为了测试暗号是否被组织破解 而前往那栋废弃大楼碰面 却没想到竟然会被组织埋伏并遭到杀害 得知暗号被破解后 詹姆斯认为应该赶快想个新的暗号 但卡麦尔却提议要试着利用暗号引诱组织成员上工 反过来包围来到暗号地点的组织成员来个内外夹击 赤井以吉姆和齐安的死 尚未被新闻公开为由附和了卡麦尔的提议 眼看众人对卡麦尔的提议都跃跃欲试 原先想着要等工藤幽座回来进行商讨后再行动的詹姆斯 也只好妥协 就这样朱棣负责设计一组新的暗号 昨天遇害的托尼的弟弟马克 则与提出计策的卡麦尔一同前往暗号所指示的地点碰面 值得一提的是赤井特意拿了一顶帽子给卡麦尔 提醒他千万不能被组织的成员们看到长相 因为照理来说 组织成员们印象中的FBI调查员卡麦尔 早在当年组织抢回基尔时就被炸弹炸死了 要是让组织的成员们发现 FBI调查员卡麦尔还活着的话 基尔肯定会被杀害的 赤井更是语重新场地对卡麦尔说道 我和你都已经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请务必不要忘记这点 朱棣将带有暗号的邮件寄出去之后 很快底贝尔摩德就收到了破解后的邮件内容 10月3日晚上7点 在果出封丁一丁目四番地的地下停车场碰面 同时贝尔摩德也如同FBI调查员们所推测的那般 误以为他们还没有发现吉姆和齐安已经遭到杀害 想着要再次提前埋伏FBI调查员的秦九等人 立刻凉凉组队往暗号上的地点前进 这时众人的蓝牙耳机内却传来了朗姆的声音 虽然用机器改变了音色 但组织成员们还是认出了正在说话的人就是朗姆 来到果出封丁一丁目四番地的地下停车场后 卡曼尔和马克却直到晚上7点05分都没有看见任何组织成员的声音 正当FBI的调查员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朱棣写错了安号时 负责在远处监视地下停车场入口的两位FBI调查员比尔和大卫 却遭到了组织的攻击 原来狼母早就看穿了FBI这次的计划 提前让秦九等人在安号地点设下陷阱 成功反过来埋伏FBI的调查员们 大卫的右边肩膀动弹 伤势相当严重 但组织的两名狙击手 湘体和科伦却完全没有要停止攻击的意思 比尔只好告知朱棣他和大卫要先撤退了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乔治的调查员 也向朱棣报告他们被组织成员给包回了 朱棣赶紧将其他同伴们的状况告诉了卡曼尔 眼看计划已经失败 卡曼尔也只能选择撤退 只不过当卡曼尔和马克坐上汽车准备逃离现场时 察觉状况不太对的赤井赶紧要卡曼尔先不要出去 但埋伏在停车场入口旁的清酒 立刻迅速地拿起来扶枪朝卡曼尔他们的座车射出子弹 不仅扎扎实实地打穿了整台汽车 还成功地擦伤了马克的右大腿 平稳好车身后 卡曼尔马上踩下油门加速前进想赶紧逃离 清酒则是冷静地对着湘体他们说道 目标朝东南方逃走了 立刻追上去别让他们跑了 当卡曼尔他们遭到清酒攻击时 优佐和有希子刚买完食材回到家里 优佐从詹姆斯手中取得了原先想用来引组织上钩的那组暗号 并从柯南口中得知 这次负责写暗号的人是朱棣老师 听到柯南叫朱棣老师 优佐还以为朱棣当的是小学老师 但没想到朱棣曾担任过的职业却是高中老师 接着朱棣向优佐表示 他有个朋友叫色谷夏子 夏子就是一名小学老师 而自己的日语、汉字、语甲名等等和文字有关的知识 全都是夏子教他的 听完朱棣的这番话后 优佐与柯南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组织的成员们之所以能够看穿FBI这次的行动 全都是多亏了朱棣所设计的这组暗号 在日语的拼音中有着日本式、训令式以及平文式三种体系 基本上训令式可算是日本式的延伸差别不大 但平文式就与训令式有着些许的差异 通常在小学里会学到的拼音方法会是训令式 也因此身为小学老师的夏子 才会使用训令式的拼音法来教导朱棣日文 而平文式的拼写方式是基于英语发音 所以对不熟悉日语的外国人而言 平文式相对容易学习 也因此至今为止负责设计暗号的吉姆和齐安 一直都是使用平文式的罗马字拼音法 其实平文式和训令式中 也不是所有假名的拼法都不一样 但偏偏在先前的暗号与这次的暗号中 就有一个字在这两种拼音法里 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拼写方式 那就是FOO 在训令式中 FOO的拼法是HU 而在平文式中 FOO的拼法则是FU 先前暗号中的古秘丁 拼法就是FURUITO 换言之 这次暗号中的果出封丁 应该拼写为KADEFU 但朱棣却将其拼写成了KADEHU 因此使朗姆察觉到 设计暗号的人有所变更 借此进一步推测出 这是FBI要引诱组织上钩而设下的圈套 了解自身的失误正是导致计划失败的原因后 朱棣感到非常抱歉 但詹姆斯和赤锦却纷纷表示 这次行动的失败并不能完全责怪于朱棣 检查暗号时 没能察觉这点的他们也有过错 接着由西子向众人询问卡麦尔他们的状况 于是赤锦赶紧呼叫卡麦尔想确认他们的状况如何 卡麦尔表示 由于湘堤他们开的是一辆跑车 在车速上很难赢过对方 再加上子弹打穿车身时擦伤了马克的大腿 马克已经大量失血需要紧急送医 于是赤锦指示卡麦尔开往大尊路 因为大尊路是一条左手边停满了汽车的道路 卡麦尔可以从中找寻空位 将自己驾驶的车辆卫装成停靠在路边的一般车辆 果不其然 市井的计策成功奏效了 追着卡麦尔来到大尊路的湘堤 完全没有发现 卡麦尔就藏身在左手边的那排汽车中 等到湘堤他们开车远去后 卡麦尔打开了车门 将马克放在大尊路的人行道上 并告诉朱棣等人要派人去接应马克 另一方面 当湘堤驶离大尊路后 坐在副驾驶座的柯伦 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日本人好奇怪啊 怎么会有人逆向停车啊 好奇怪 这时湘堤才察觉 卡麦尔的车原来藏身在那一列停靠的汽车中 虽然甩开了湘堤的追赶 但卡麦尔放下马克重新驶离大尊路后 却不幸迪又再度被组织的成员们追赶上 而且这次追赶他的人 正是乘着宝石鞋356A的勤酒与福特加 赤井立刻出手之源 他引导卡麦尔踩满油门在前方的丁字路口转弯 追着卡麦尔来到丁字路口的福特加 正犹豫着到底该往右边开还是该往左边开 勤酒却冷静地指示福特加立刻左转 果然当勤酒他们左转并加速往前进后 卡麦尔所驾驶的车辆就出现在了两人眼前 这时感到疑惑的福特加问勤酒为何选择左转 勤酒则表示那是因为当人类被追赶时 往往会习惯性地往左转 被逼急了的FBI肯定也是这样的 由于实在甩不掉勤酒与福特加 卡麦尔只好朝着海银停车区所在的方向开去 但正当卡麦尔开出海银停车区的隧道 准备朝千燕方向前进时 提前绕道赶来的贝尔摩德与基尔挡在了他的面前 基尔二话不说便举起手枪朝卡麦尔发射子弹 子弹直接贯穿了车子前方的挡风玻璃击中卡麦尔 受到攻击的卡麦尔无法掌控好方向盘 直接连人在车摔进了东京湾 随后勤酒和湘提等人也赶来与贝尔摩德他们会合 看着落水的卡麦尔 湘提不屑地说道 FBI的家伙也不怎么样嘛 此时总是沉默寡言的科伦 却说出了爆炸性的发言 刚才那家伙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 基尔赶紧向他问道 真的吗 科伦也毫不避讳地表示 再让他见一次应该就能想起来了 于是基尔也只好故作镇定理回应道 是吗 听见两人对话的请求 也因此向众人表示 那就想办法把刚才那个FBI的遗体打捞上来 好让自己能看看他的死相 卡麦尔和车子一同沉入水中后 暂时陷入了昏迷 索性在朱迪的呼喊下 很快底就恢复了意识 得知卡麦尔连人带车甩紧东京湾 且车门因为压力作用无法开启 这连车窗也因为电力系统进水而没有反应的状况下 赤井焦急地要卡麦尔快点找东西砸破车窗 但卡麦尔车上的手套箱内却只放了一本地图 站在赤井身旁的柯南 于是要卡麦尔先解开安全带 让身体浮起来 试着去呼吸残留在车顶的空气 并指示卡麦尔当残留的空气 仅剩20公分左右时 要马上打开车门逃生 原来当汽车内部即将被水灌满时 车内与车外的压力将会趋于平衡 此时原先打不开的车门便能够正常开启 就这样卡麦尔成功底 从灌满水的汽车中逃了出来 碍于组织的成员们都还在车道上监视着卡麦尔 因此赤井提醒卡麦尔要尽可能地 游到离车子最远的地方再露出水面 于是当卡麦尔成功从水底下穿过海银停车去后 他才努力往上游让自己浮出水面 接着赤井指示卡麦尔就这样继续游到岸边 只不过在组织的重重包围下 目前FBI很难派员去接引他 眼看卡麦尔的处境如此艰难 赤姆斯不禁说道 果然还是应该先听一下幼座先生的意见再行动 但幼座却反驳道 我可能也无法事先注意到 训令式和平文式的差别 但组织那边却有人能够瞬间注意到这点 看来我们对组织有些太过轻敌了 以上就是名侦探柯南第1061话至1063话的故事 接下来跟大家聊聊我的看法和剧情解析 组织这次针对FBI的行动可说是相当成功 依据漫画中出现的调查员姓名可以得出 FBI这次至少有12名以上同伴受到攻击 组织在朗姆的领导下不仅杀害了7名FBI调查员 也让不少FBI调查员受到轻重伤 但参与行动的组织成员们却都毫发无伤 由此可见朗姆的能力果然不容小觑 海银停车区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一个地点 位于360度环海全长650公尺的穆根津人工岛上 是世界罕见的停车区 从东京都出发经由海银停车区可前往千叶线 从科伦对相提说出 日本人好奇怪啊的这句话可以得知 科伦并不是日本人 但真实国籍仍是未知 若科伦的国籍与自身的组织代号有关联的话 那科伦应该是德国人 此外在这次的篇章中 科伦疑似察觉自己曾见过FBI调查员卡曼的脸 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成员们 虽然不知道基尔接下来会不会针对 这样的危险因子采取行动 但我认为卡曼的坠海当时 站在一旁的贝尔摩德 或许也和科伦一样想起了什么 因此作者才会在这一格画面中 替贝尔摩德加上了写着删截号的对话框 显示出他的欲言又止 老实说当时看到赤井提醒卡曼的 千万不可以被组织成员发现时 我觉得有点出戏 因为真要这样讲的话 在漫画第603话动画第500集 卡曼的用计将水无灵奈送回组织后 也曾在没有任何卫装的状态下 和组织成员 贝尔摩德有过接触 有关这部分的剧情 大家可以回顾漫画第893话 动画第781集 虽然当时假扮成朱棣的贝尔摩德 主要是想从卡曼的口中 掏出南田路道的情报 但在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下 贝尔摩德肯定早就认出卡曼了 事到如今又加上赤锦提醒卡曼 记得卫装自己的这段剧情 其实我是感到有点困惑的 不知道各位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这次关于狼母真实身份的线索 我觉得并不多 就连向琴九他们发号施令时 也采用了变身器 但能够一眼看穿朱棣设计的暗号中 使用了小学老师常用的 训令式拼音法这件事 似乎大大地增加了 落霞狼母论的可能性 不过反过来想 也有可能是因为狼母本身 曾失守于和小学老师有关的人事物 因此对相关的资讯有更深入的了解 才会在这次行动中 迅速地拆穿FBI设下的圈套 但也不排除 作者只是想和读者表达 狼母的推理水平很高就是了 除此之外 在这次的剧情中 似乎还有一个小地方 加深了落霞狼母论的可能性 有看过日文版漫画的读者 应该会发现 在第1062话中 狼母用了私作为第一人称 就我自己的印象 在日文的男性用语中 通常第一人称会采用 俺、僕或是直接省略 而私则偏向中性 甚至是女性的用语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是 在正式场合中 私不分性别皆适用 在私下的场合中 则是女性较常使用 不过我并非日语专业 有说错的地方还行见谅 总之我个人还是投 携田狼母论一票 组织这次大规模屠杀 FBI调查员的行动 几乎派出了 所有我们已知的组织成员们 但组织代号波本的 安市透却没有登场 尽管他的真实身份 是名为江古林的日本公安警察 可是同样身为CIA派入组织 卧底的本堂英海却有登场 所以我认为波本没有加入 这次行动的原因 应该会在后续的连载中揭晓 毕竟曾与侦探安市透 接触过的国小老师夏子 都在这次的漫画篇章中被提及了 作者没道理会将波本 这么重要的角色身影才对 1063话的结语 写着这样的一句话 他们还不知道 朗姆已经开始行动了 因此我认为 一个月后复刊的1064话 应该也会是主线相关的剧情 只不过身为读者的我们 也只能等待与期待了 接下来 名侦探柯南的漫画连载 《江秋刊四周》 改为连载外传漫画 《警察学校篇》 如果对先前已连载过的 警校篇相关剧情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相关影片 了解松田、伊达及球员 就读警校的原因 总而言之 睽違多年后 名侦探柯南的漫画 终于再次迎来主线剧情 但是第1061话至1063话的故事 显然只能算是红黑双方之间 展开决战前的一个序幕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也欢迎订阅我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